毕业季即将来临 中州科技大学视讯传播系学生 为了表现四年所学的功力 每年都会举办麒麟影展 学生们拍摄短片或纪录片 动画片 经校外评审审查 互相切磋 提升未来竞争力 首先我甘恭喜这届的毕业生 我去年也参加过这个麒麟影展 今年的更有创意 除了有动画动漫之外 我相信今年的竞争会更激烈 我希望每位的得奖者将来能够发挥所长 为中州再创佳机 今年这一届毕业生所做的影片 包含剧情片和动画片 他们都很认知在做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累计他们很多的实物经验 那这个经验就是他们最好的实力 所以我们学校呢 室传系跟时尚系结合起来 每个老师都很认真的在教导学生 让学生在毕业前拥有这样一技之长 以及掌心他的能力 以便于毕业的就就业这样 本次影展剧情片 剧情从科幻到写实 第几次爱你悬疑的爱情故事 借着男女主角的互动 带领着观众一层一层的探索故事的秘密 这部片主要是带领悬疑的爱情故事 然后主要会聚焦在男主角的心境的表现上面 男主角的痛苦 男主角的执着甚至是偏执 然后还有男主角最后所做的选择 希望可以带给观众一点启发这个样子 得奖后最想要说的 那一定是感谢感谢再感谢 因为我们这一组的人数其实只有三个人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要筹备一部 一个多小时的剧情片 从整个前置到拍摄到后置 其实三个人要扛下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另一部爱莫及 诉说着一对母女的亲情故事 题材相当写实 触动观众的心境 这个故事原本是要写给我妈妈的 然后这个故事是要表达爱要及时说出口 不要等到后悔了 然后再留下遗憾 然后这个故事是想要感染 就是所有跟我有同样心境 然后相同故事的一些人 然后也很感谢我的剧组 跟我的家人朋友 然后还有四传戏的大家 帮我完成这个作品 中州科技大学第十六届麒麟影展 作品类型多样 从剧情片到动画片 运用数位技术结合人文与美学原则 学生们运用四年所学 将故事题材创作成影像作品 为未来求职做好准备 工艺频道 林毅俊 原林采访报道 经营 传创作品